Kiss hopefully 食藓具的正義 捍衛消費權益 我是好芳芳總編 也是本節目的製作人 楊清亮 大家好我是亮智航 歡迎各位收看 買房賣房 真相大追集 智航 有一叶先生最近正面临退休的阶段 因此他担心他退休以后 万一退休金不够 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负担 所以就有跟他的太太讨论 打算将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卖掉 拿去养老 不过他太太就抱持相反的意见 认为他们高龄租屋可能会不容易 这样反而会有更多的麻烦 而且不卖房子 日后也能为孩子留下一点资产 这行 虽然说双方的考量都有合理之处 但面对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叶先生他们夫妻俩 可以考虑去申办 以防养老这个选项哦 以防养老 这是什么 以防养老的正式名称是 不动产逆向抵押贷款 也就是将持有的房屋 设定抵押给银行 再由银行以按月给付的方式 拨款给房屋的所有权人 这时所有权能能可以继续使用房子 等到所有权能过市或拨款期限到达后 银行才会拍卖掉房产 这样可以让没有固定收入的银法族 不只不担心卖房后可能居无定所 也不用担心会增加到孩子的经济负担 可以靠自己的房子来向银行借款 支付老年的生活开销 听起来还不错 那以防养老有什么限制吗 各家银行的限制大同小异 通常限制是60到65岁的人申办 而拨款年限最高为30年到35年 不过要将房屋设定抵押给银行 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像一般房贷呢 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 一般房贷是将房屋设定抵押给银行后 可以直接获得一笔资金 借款能在逐期返还本金加利息 随着时间债务会越来越少 而以防养老则是设定抵押后 按月分期取得资金 借款能每月只需从银行拨款中扣除利息就好 也就是说债务它会随着时间越变越多 不过等所有求人过世 或是拨款期限到达以后 银行就会拍卖掉房产的话 继承人不就有丧失继承的权利了吗 这倒不会 以防养老只是将房子抵押给银行 不是卖给银行哦 所有权和使用权还是借款能的 只要所有权能或是继承人清偿贷款 房子还是所有权能的 当然不会影响继承 哦那刚刚前面提到 有年龄及拨款年限的限制 假如60岁的人 办了30年的以防养老贷款 但却不幸在67岁就过世 那这个贷款会变成怎么样呢 这就要看他的继承人愿不愿意清偿 这7年银行已支付的款项了 如果愿意清偿 那房子在继承人清偿后 还是会归继承人所有 但假如继承人不愿意清偿 那么房子就会由银行拿去拍卖 扣除银行已经支付的款项之后 再将剩余的钱归还给继承人 不过像这种情形 多是有意外的出现 如果这时继承人并非不愿意偿还 而是可能因为手头置金不足 无力偿还 这样就没有办法保留房屋了吗 如果是这种情况倒不用担心 如果继承人有清偿意愿 却无力返还 也可以跟银行协商 采用借薪还救的方式 清偿以防养老的贷款来保留房子 在我国已踏入高龄化社会的现在 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 已经成了每个人的一大课题 或许以防养老也不失为一个选择 是啊 不管年轻时打拼买房子 却担心老年的生活品质 或者造成孩子的经济压力 都可以视自己的需求 做出适合的决定 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节目的宗旨 挖掘事件真相 捍卫消费权益 若您买房卖房交易有纠纷 请让好房网新闻义务律师团来帮你 没错 有买房卖房的交易纠纷 可以点选影片资讯栏的爆料专线连结 或是画面的QR Code联络我们 QR Code在这里 当然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也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哦 伸张就入阵营 捍卫消费权益 真相大追及 我们下次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 好房网YouTube频道 影片新上架 就能够收到通知哦